大家好 儿子从山上给我带回来一袋白萝卜 今天我就用白萝卜做个好吃的和大家分享 我先把萝卜表面的泥土清洗一下 洗好的萝卜去头去尾 然后改刀切成厚片 最后把它切成像小木子粗细的条 萝卜条全部切好了 在切好的萝卜条里加适量的咸盐 这一袋盐是400克 在里面加150克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下手把萝卜条和盐拌匀 加盐可以将萝卜条里的水费迅速的逼出来 拌匀了 让它腌上两个小时 萝卜已经腌了两个小时了 滴出来好多水 你看 现在我用手 把它捏干 萝卜条已经全部挤干水分了 你看 逼出来多少水 准备两个干净的大壁子 把腌好的萝卜条均匀的摆在壁子上 我没想过 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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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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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日头特别的足 晾一天就可以了 如果是阴天的话 可以多晾一天 萝卜条已经晒了一天了 表面已经粘罢了 晒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它盛入盆中 在晒好的萝卜条中 加适量的辣椒面 辣椒多少 因人而异 再加适量的五香粉 最后 最后 加适量的白糖 白糖 能起到 中和口感的作用 现在我下手 把萝卜条 和各种调料 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儿 一定要把它抓拌均匀 这样才能充分的入味儿 萝卜条已经抓拌均匀了 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瓶 现在将拌好的萝卜条 装入瓶中 瓶子里一定不能溅生水 如果溅生水的话 这个萝卜条容易腐烂变质 用手把萝卜条链瓷式 萝卜条已经装满了 先盖上密封盖 再把外面的盖子拧紧 香拉萝卜条就做好了 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即开即时 一冬天都不会坏 简单好吃 香拉爽口的腌萝卜条 大家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